好, 帶她動 你好 Darley大師呢? 你全都死了其他人吧? 我叫了劍鋒帶他們去喝茶 但是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 你可以叫我Lala大師 但是你是民族學家嘛 你上次是客廠… 真人不勞上, 勞上非真人 對了, 血腥瘦在哪一房? 那些血手印就是在我未婚夫的房間出現 不用怕, 我師傅在這裡 好, 去吧 好, 去吧 什麼?你也出去等,順便幫我計時 一分鐘 行了 就是這樣?為什麼會這樣? 不用怕,我再作個法,他就會消失 出去等我 等我走 真的沒有了? 那是不是鬼心倫走錯了? 你這個傻女真的容易被人騙嗎? 枉你是我的徒弟嗎? 不是,之前真的是這樣 不知道,我還知道怎麼弄 你跟我去旁邊的房間 我給你看些好東西吧 看看 血…血手人? 不是血手人 是膠貼 事先把膠片用魚絲傳給它 之後就留下尾巴 然後穿過這個窗戶,繞到這房間 是適當的時候用來拉 那邊的血腸印就消失了 就是…那個鬼心倫沒有跟我回家 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鬼心倫 完全跟靈異無關 他也不是神棍助手 也不是你做淨化的 是來玩大踢爆的 膠貼做的血手人 赤海祖造成的血淡水 機關放出來的死魚 全部都是人為的 而你失蹤的事件 拐走你的也不是鬼 而是人 你閉上眼睛聽聽 是不是好像在瀑布那裡? 你說我聽到的瀑布聲 但是…是一段裸陰 當時你被手機的響聲吵醒 但是你的藥力還沒散 所以你看不清楚周圍 你又摸到周圍濕濕濕濕 很自然就以為自己在瀑布之中 那其實我在什麼地方? 那天你被人救起之後 你出現了花粉敏感的症狀 是有點過敏性的反應 你平時有什麼是過敏的? 我…對花粉過敏之外,沒有其他 喂?美景花店嗎?我要投訴 你花店的貨車在送貨的時候 撞花了我的車 你問夠了嗎? 剛才你上來我就說得很清楚 都說那個日子和時段 那個司機放了價 那你就是說那輛貨車 在那個時候不是在送貨? 是呀 如果我沒猜錯 那時候你應該就在這輛 殘留了花粉的貨車裡 是呀 師傅 喂? 阿玉,你在哪裡? 在瀑布 好 而將昏迷了的你拖到馬路中間 製造了一個好像很離奇的現象 但其實那個第三個瀑布 只是一輛限制的花電火車 唯一無法預計的是你的花粉敏感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那間出古惑的房間 應該就是你叔叔的房間 還有, 除了我, 就只有叔叔六個帥 是他最後機會弄成怪 是不是很詭異呢? 其實呢, 只要有這棵東西就行了 我去美景花店辦投訴的時候買的 這張張真的不見了 人眼的構造和相機一樣 為什麼會看到影像呢? 是因為光線透過物體 再切射回視網磨度 相等於相機的感光元件 兩種物質的切射率如果相同的話 肉眼就分不出 就像水和水晶泥一樣 當水晶泥吸滿了水 在水裡就變成透明 摸到, 但是看不到 所以這隻鬼手就是水晶泥造的, 是不是? 沒錯 新郎的叔叔是幫開花店送貨 所以他知道水晶泥的特點 於是就訂造了一隻 用水晶泥特製的鬼手 而香港代理造型水晶泥的廠不多 所以很容易查到 白偉明應該是你叔叔, 是不是? 是 但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估計他只是幫兇 主謀其實在我們面前曝露的身分 記得有人說過這句 現在有血紅色的喜字浮上來 讓你入門, 隨時紅色變白色 是嗎? 那天電台聲音直播 只是說到有血字浮上來 並沒有提過是喜字 而那個老人家又不在現場 他又怎麼知道現場發生的事呢? 相信他就是主謀 而他這樣做, 就是想阻止你入門 我一直都知道媽媽不喜歡我 不過我沒想過他這麼討厭我 他為了趕走我, 竟然嫁上叔叔 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堅持要嫁? 是 劍鋒一天想娶我, 我一直都會嫁 你覺得車禍是你造成? 你未婚夫的後遺症也是你造成的 就是因為內疚和責任, 所以你一定要嫁 劍鋒和Landy真的對我很好 劍鋒小時候是一支歐生 他們一家人本身很幸福 是我, 是我害了他 難得他們沒有嫌棄我 他們收留我, 養大我 這個就是我唯一的家 他們是我的家人 如果我不嫁的話 我就連這個家也沒有了 你不要讓表面的事蒙蔽住了 事情根本沒有你想像之中那麼美好 現代人追求的是 自由戀愛, 婚姻自主 他們只當你是同樣認識 他們是用恩情和罪咎感去綁住你 使得你走不了而已 說到底 不就是南方怕兒子有忍陣 怕他娶不到老婆 把你當媳婦一樣 在這裡, 你醒一醒吧 你不是想要一輩子被人控制嗎? 夠了, 師父 好, 很感謝你們去幫我解開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兩個是朋友的話 我很希望你們祝福我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走了 他們很快回來的 跟他解釋得這麼清楚 還要把他投進去 真是聰明 要嫁人的是他, 他自己也不反抗 那局外人也很難介入 你就是局外人 你最多就是他師父 他無父無母, 師父是罪親的 但事實是 你這個師父 無法揮不下他的罪夠感 罪什麼夠什麼感? 事情與他無關 真正的罪人是打開一個人渣司機 我現在回去就掛司機出來 讓他背罪, 還人大救了一個自由 我們來用包裝 你本事實在看